哈囉大家 距離上支影片已經是兩三週前的事情了 為什麼考完分科測驗之後出片的頻率還是那麼低呢? 是因為我太懶了嗎? 是對的 對不起 但是至少我們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解答很多人好奇的一些問題 因為眾所皆知像我這樣的youtuber常常會被別人問 妳要學考哪?妳分數考得如何? 妳分數考得如何?妳分數考得如何? 妳分數考得如何? OK SHUT UP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解答這些問題 那眾所皆知居然是在同一所學校裡面 就算是在我的母校 那每個人的成績也是非常多樣化的 滿分頂標還有令人失望 但今天這支影片的重點不在於要如何提高各位的成績 主要是我可以非常輕易地想像到當我在說出 哈囉大家我們今天要如何得到100分blahblah的時候 我可以想像出平常知道我成績的導師 或者是老台大一之類的學生看到這支影片 然後聽到我那麼不自量力地說出這些話的時候擺出一副 看看妳這個小妞可以說是怎樣的話 我可以不要輕易地想像出這些畫面好嗎? 所以我們今天這支影片沒有任何的教學意義 就是用來滿足妳們仇惡的好奇心 還有浪費妳們人生中的幾分鐘這樣子 YA 千秒結束 開始 我自己覺得一個考生的生活日程 會有一部分受到時代背景的影像 像是花30個小時準備學習歷程或是背審 然後發現那些 一點條都沒有 但是大部分還是蠻像的 像是刷題、複習還有罵教育體制 像我個人的話 我是在發出文化幣的那支影片之後 才開始進入全心全意準備分科的階段 在那個階段我覺得有一個訣竅 就是妳要想像自己進入一款RPG遊戲裡面 但是不是玩家、不是主角、不是追射性那一個 妳要把自己帶入旁邊某個生活看才對不去的NPC 就像是在書店裡 然後扭著深色長髮 戴著細框的圓眼鏡 然後坐在木椅上 整天除了看起來在上面讀個12個小時書以外 沒有事情可以做的那種物料的NPC人物 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之間的差別就是 我們都沒有NPC的角色長得那麼好看 但是有很多共同點 像是對話主要由他的觸犯為主 要不然就是當我們有仇於人的時候會發生 像是叮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這一題嗎 對第四題 第二小題 我不會算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謝謝 就是通常是這樣的對話 然後也常常要發生重複的對話 基礎的反應是 沒大學了 完蛋了怎麼辦 但是這些話就是 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我身邊這樣講的人 全部都上底大了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 聽優秀的人講這些話 好像有點煩 我也這麼覺得 但是就是因為我分為兩個自我 一個是比較野蠻的自我 一個是比較理性的自我 就比較不理性的那部分 我就像是 欸 幹你知道嗎 這文條超難欸 我初學了 沒救了 對不對 你也這樣覺得 按考怎樣 這就是 你覺得 考得很差的成績 你進來 考出了 整整一趴 全台最頂尖的人 然後你的社會卡 再沒有超過90分 這是我看過人類歷史上 最慘重的好奇 你走了說可以幫我個忙嗎 把我帶到教室角落那邊好不好 那不是 不是藍色桶的那裡 那個是不可然熱色 我是可然的 OK 謝謝你的舉手之道 我偉大的未來國家棟梁 但是 另一部分 就是比較理智的我 會告訴我自己 這是 因為謙虛 還有真的覺得自己不夠好 才會出現的對話 因為社會考學 我們總是會經過自我懷疑的時刻 像我有時候就會用 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標準 來看待我自己 我覺得很多亞洲學生 都會用很莫名其妙的標準 來看待自己 就像是無論你七歲的時候的成績怎麼樣 考的是什麼分數 你都要在未來的學生生涯拼死的維持 或者是追趕當年的那個分數水準 就是 整個就是大不合理 但是那個標準其實 準確來說也不能算是我定的 是我腦中的自我批評小妖精定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自我批評小妖精 就是我們人生中維持最長久的一段關係 他平常就是居住在我們腦中 陰暗潮濕的某個小角落 長得有點像多比 大概這樣 寇樓的樣子 長得有點像多比 但你只是長得比較老老 比較醜老 比較刻薄 會在你說 喔我覺得我還不 你覺得你還不錯 你要不要看溫馨尼 父母雙王 他阿媽課藥 他有過動症 他靠著超商飯糰 學會了整個高中的化學 然後牛奶河造一散火鍵 飛向月球 你覺得你很棒 How dare you 但是隨著你的心智 即使你的成熟 他出現的頻率會漸漸下降 或者是到了一個 你有點忘記它存在的程度 但是在壓力特別大的時候 或者是你心靈比較脆弱的時候 他還會跑出來 然後熟了 阿翔哥還做了一個蛋糕 是不是 吃起來像廉價和平庸 我從早上八點都醉到現在 但是我還是可以清晰的被免出你是一個廢物 我要走了 掰掰 然後我的理智就有點像是一個 凌晨一點在加護病房 工作倦怠 然後很累的一個工作人員出來幫我做產婦 那心理智商要嗎 不用好 OK 李小姐等一下叫號之後 往前走 右轉去冰箱那邊領取一個巧克力棒 吃完之後比較好之後 坐著休息一下 然後去睡個一晚好覺 那結束之後 如果還有不舒服的話 再來呼叫我 掰掰 但是你知道當我在樹海裡掙扎的時候 最讓我感到開心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看大家跟我一起秀魯說 那沒有錯 所以當我刷題刷到很莫名其妙的考點 讓我覺得自己考不上大學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不能只有我看到寫完心情會那麼實的考慮 欸 看這集超荒唐 你會寫嗎 只是我朋友的回覆有時候都會有點超出我的想像 欸 看這集超荒唐 你會嗎 喔 喔 對 好這題我知道 八顆裡有三百八十根鬍鬚 他在台灣史的第二章吧 他滿怪那一本我記得有寫 八十三頁的右下角的滿分小百顆的第三行的第五個字開 好這個我有印象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雖然我知道我說的是一個問句 可是那其實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聽見我的想法 從另外一個人的嘴巴裡面被講出來 然後讓我獲取一種我沒有寫作業 然後你好像也沒有寫作業的那種安全感 就是有時候解決變成我被滿分小女王們 用現實啪啪打臉 然後只能摸摸鼻子乖乖回去 重讀一次我的講義 然後認清自己的不足 接下來來談談具體的讀書計畫的安排 大致上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辦公辦妥期 一個是衝刺期 辦公辦妥期就是顧名思義要一邊顧客業 還要一邊顧頻道 那我不得不說你要當一個網紅 同時又要當一個考生 是一件還滿麻煩又有點心理負擔的事情 然後可能會有人覺得說 你三桌才出一支影片 工作量已經不大 而且你是對的喔 只是有時候我打開留言區 都會受到非常多的關懷 但問題在於就是關懷有點多了 你知道嗎 我問你謝謝但是關懷有點多了 感覺有點像是 換人間被七萬個父母靈養一樣 因為這些留言裡面 我總是可以看到在關心我 課業發展如何的言論 除此之外對於考成日期一點概念都沒有 這一點也非常像我的家園們 上次我姐問我什麼時候要考國 你考囉 我回答我已經畢業一周了 這件 恩 但是 我知道我們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概念在 所以跟你們講 如果是學測或是分科上大學的話 放榜的日期都會是在五六月之後 所以你就知道那一些 在三月就一直問我考上什麼大學的人 其實有點像是 在B問一個三歲的英格 他未來的職業會是什麼樣 我不知道你們想要我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恩 恩 我會像霍格華茲 因為我是女巫 然後我會一句未來 不客氣 因為一個便當網紅便當考生的壓力點 在於 續線壓力 還有如果你靠雜了 就會在七萬元面前翻車 恩 有點像是你放了一個屁 然後那個屁 透過麥克風 播放給一整個小巨蛋的觀眾聆聽 然後這一整件事情的過程 被PO在網路上 名流侵蝕 然後你的真真真孫子 在上網搜索 他祖先的名字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件事情 在背考期間 因為我爸媽是一個會在乎他們小孩身心健康的人 所以有時候 會建議我說 其實也不一定要用頻道啦 也不一定要顧 啊 讀出這件事情後 就是 開心就好 應該很暖 也很幹話 可是我跟你講 你不能直接按照他們的字面意思來去思考 我跟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默契在 就是你要像國小的時候在寫那個國文的學習蛋一樣 把句子還有句子之間的空格填滿 然後透過這個填空遊戲獲取完整的語句 然後他們真正的意思 所以他們整句話的意思其實是 寶貝我知道賺錢很重要 但是你是一個考生 所以應該先把你的本質顧好 先顧好你的課業 那至於志願的部分呢 爸爸媽媽希望你就是 我們會尊重你的志願 然後你就按照你的興趣來就好 但是不要是藝術或者是文學院 因為爸爸媽媽怕在養你20年 那在選大學的志願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尊重你的 我們真的尊重你的想法 但是可以不要私利的嗎 最好是填功利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填私利的文學院的話 爸爸媽媽也還是會支持你 只是 只是可能真的 好爸爸媽媽還是會支持你 那 你最近看起來真的很累 爸爸媽媽都不好意思跟你講 就怕影響你的心情這樣子 你還好嗎 然後我回答 喔好沒事 我最近睡了7個小時 今天特別好 看起來很累 可能是因為我眼睛太小 我還在注意了 謝謝關心 真的我背考的期間 大概有三四個人問過我 你是不是很累 或是你是不是想睡 但其實那個時候 都只是可能我眼睛真的不夠開之類的 我其實精神好的用命 但也不怪他們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很累的時候 看起來長這樣 然後 平常狀況看起來長這樣 基本上沒有差別 但是我必須說 用這種方式來告訴我 我覺得令人非常事實 真的是一件 很殘酷的事情 好 我們現在來聊聊 衝刺期的讀書計畫的安排 基本上考前一週 倒數第四週的時候 我還是一張工作狗 然後可能會刷題這樣子 二三週的時候 狂算數學 然後最後一週 開始俄補我的社會 還有刷考古題 大致流程是六七點的時候起床 八點多的時候開始讀書 假日的話是九點多開始 然後晚上八九點回家 基本上我會在十二點以前睡著 然後我好像基本上 沒有什麼休息日這個概念 我的休息日就是 用來趕我的工作進度 或者是 就是沒有休息日 因為在這個情境之下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壓力好大 我要休息一下 但是呢我的情況是 就是休息時間 三個小時 我可以算兩本題本耶 我浪費了好多時間啊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緊張 我一點都沒有休息到 所以休息日這個東西太好了 我不值得你知道嗎 至少在那個情境之下是的 但是我每天晚上會有 快樂的謀幻一小時 用來讓我耍廢 還有刷網漫 或者是看一些劇之類的 然後看完之後就會 回到我美麗的床上 然後隔天開始一模一樣一天 特別推薦這個生活模式 給就是密度久 或者是覺得自己時間太少的人 用這個方式度過一個月 相當於體感上的一世紀吧 尤其在更靠近考試日期的時候 更是如此 我每次都是差不多的心情 怎麼還有十天 怎麼還有十天 然後我跟我的同學有約 我們大概從考前一百天嗎 反正就是至少考前五十天開始 我們就不會在休息時間以外的時候 滑手機 這個原因 我們非常認真執行這個計畫 但是這個原因不是因為 我們特別自願還怎樣 是因為我們都不想給對方錢 為了五百塊 另外我們兩個都非常願意當一個 失去現代為名的書籌 然後作為數學 我除非我花蠻多時間在補救跟算數學的 一天大概我會盡量維持在五個小時以上 然後我在那段時間 就從自己那段時間我常常會問自己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算數學呢 直到成績公布的那一刻 我看著成績 我又再問自己一次 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算數學 我覺得最荒唐的就是 不知為何 我投資在那些科目上的時間 跟我最後得到的科目的成績 完全全翻筆 我跟你講你們要聽我的分析 我從學測前兩個月讀過一輪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認真的讀過那些東西了 就可能有刷題 可是不會把獎益整個拿出來讀 公民也是差不多 只是那個什麼考前一週的時候 點時爆火腳有讀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這兩個都是59級分 歷史 我花最多時間的社會科目 56級分 數學花了我最多心裡 大概80%以上的時間來搞那些東西 粗估我考前寫完的有 60天週計畫 14門補習班的獎益 然後大概10分的考古題 然後還不算平常課堂 用寫的那些考題之類的 還有15折的 咒罵數學的限度 最後出來的成績 爛跟10一樣 你現在心中 默念一個分數 下好了嗎 然後再把它往下靠20分 那就是我的成績 因為我也不打算告訴你們 我究竟考了多少 那其實還有社會考的好事 一件好事 就是我真的覺得非常有五味雜陳 感覺像是 你的美院情論 靈開你之後 都飛黃騰達的一樣 而且如果那些科目是人的話 你真的會懷疑自己 是不是變遠挺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每個你 遠離得越遠的對象 他們都發展得越好 不過這也證明 考前一週二補數學的 短期記憶非常有用 這可能是 本期影片 我最認真給的一個建議吧 就是 如果你認識到 在有限的時間內衝刺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 考前再把那個社會 全部死記硬被淋濕 抱佛的腳 抱起來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社會真的是 短期記憶用起來 最有用的一個科目 然後至於數假的具體分數 如果還是有人一直逼問我的話 那我可能會告訴你吧 還有我的住家地址 還有我的身份的字號 還有我的銀行帳面 因為很明顯你就是 覺得自從我16歲 把我的生活 拍給一群陌生人看之後 我就已經出賣我的靈魂 還有我的隱私 給這個網路世界了 其實你也沒有完全錯 你知道嗎 雖然非常的不尊重人 但是你還漏了一個啦 還有我的休息時間 那個也要算在一起 我連那個都沒有了 然後我有點害怕 有些人沒有聽到 我剛剛那個是反鳳 所以呢 我再把那段話的直白版本 再告訴你們一次 就是 如果你們要問我的數假成績 考得怎麼樣 我會因為太丟臉 就不告訴你們 我就不會理 如果你要一直問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 Shut up bitch 然後繼續不理你們 那即便一邊到網紅邊 幫考生會有一點缺點在 但是 我還是有繼續堅持下來的理由 是因為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你可以獲得七萬個亞洲父母 然後不停地跟進 你的成績最近到底發展怎麼樣 但是呢 同時也會給予你關懷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 不要被那麼多人簇擁 雖然這不是褒衣 但是 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在考完大考的三週後 除了你在鏡頭前面 獲得 網路世界路人的一點關注 然後 因此從youtube那邊拿一點錢 然後 提倦我的錢帶賞人 這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當這個世代的考生 你知道嗎 要是在50年前 我現在都已經有兩兒一女 然後在縫織場工作三年了 然後 啊 我把話講完了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結尾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來講一些 老套又素爛的結尾語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感謝各位 先生小姐的觀看 天快黑了 我現在真的要結尾了 希望下週可以再看到你 拜拜